我們會有一個漂亮的茶水間嗎 我們把整個廚具都換新 看到有多漂亮的辦公室 設廁所也還蠻漂亮的喔 歡迎回來凱文小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你們都沒有看過 這是我們新辦公室 但是我先不讓你們看這個辦公室的全景 因為呢這個辦公室的全景要看 可能還得花一點點的時間 畢竟呢這個羅馬不是一天造成 欸不是 我不想講就是 我們還在一點一點的建構 我理想當中辦公室的模樣 可是我們有一些地方已經先好了 主謂明以食為天 尤其我們辦公室又全部都是女生 所以呢 我在打造這個新辦公室的時候呢 所有的女生第一件事情都說 老闆你那個廚房會換嗎 我們會有一個漂亮的茶水間嗎 我們可以在廚房煮飯嗎 最關心的是這個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新辦公室特別打造的 before after的這個角落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辦公室女生最在意的廚房 這就是我們公司新的廚房茶水間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 before 長的樣子 堪用 但是呢 這個顏色的組合跟整個的那個狀況呢 就會讓我們覺得好像在這裡面 沒有那麼的有氧 我們把整個廚具都換新了之外呢 都說人活著有幾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 陽光 空氣 食物 還有什麼 水 你知道嗎 其實我自己對於水這一件事情 非常的講究 我覺得水很重要 不僅僅是喝進去的 甚至是洗的 所以呢 我也希望就是在我們公司 大家喝的水都是好水 我也是在逛網路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台 就是又漂亮 又可以讓我們全公司的女生 喝到好水的這一台 你們看它真超美的 它是現在最流行 叫順熱的飲水機 我那個時候會挑選它是因為 它是賀重牌的 那賀重牌我想不管你走到哪裡 譬如說像我的健身房 用的是賀重牌的那種商用的飲水機 很多的你可以用到那種飲水機的地方 幾乎都是他們家 那以前我對於賀重牌的感覺 也老是說 就是比較那種商用大型的那種飲水機 一直到我看到這台的時候 你看它有多漂亮 這就是現在非常流行的這個顏色 這一台 為什麼我後來會買它的原因是 因為 雖然說啦 其實我們的辦公室是在台北 那麼在台北市的水 都會是比較軟水 但是因為台北市 20年或30年以上的房子 占比非常的高 很多房子裡面的管線 是比較老舊的 那麼老舊的管線裡面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 我們不想要的成分 或者是髒污 你有想過 你每一天喝進去的水 是乾淨的嗎 那你會說呢 我每天都有燒開水 其實你燒開水本身 是殺菌 它並不能夠過濾掉這些雜質 更重要的是啊 如果你水裡面的這種礦物質 或者是硬成分太多的話 你會發現 你那個水壺燒久了之後 都會有白白的 那些都是礦物質的水垢 而這台RO的逆滲透功能 它那個孔徑非常小 它可以把水裡面 我們所不要的這些雜質 全部都過濾 再讓我們看一下 它的三重的 這邊 一隻 兩隻 轉下來 後面這邊還有一片 你看 三重淨水 所有不管什麼樣的分子 它都可以恢復水最乾淨的樣貌 那當然這些是廢材 可是這些廢材 我有計算過好像可以用個一兩年 它還透過了UV的照射 來達到殺菌 在你這個淨水過程當中 會10分鐘的UV照射 之後每隔50分鐘 它就會再照射10分鐘 所以讓你喝到的每一滴水 都是健康乾淨的水 它強調六合一的功能 譬如說我們平常講的熱水瓶的功能 然後這一台是RO淨水器 它也可以替代你的快阻 非常多的功能 六合一 我非常推薦給就是你自己租屋在外面的 或者是小家庭 常按這個鎖 你看它會出現三種不同的溫度 27度的室溫 45度的溫水 跟95度的這水 而且呢 你不用去等它加熱 就是你已經設定好的溫度 那一刻就會不來 所以非常方便 再加上你也可以微調它的溫度 你可以去設定你自己想要的水的溫度 你看 超大水箱 8公升的水箱 如果你這種公司真的有很多的 這台恐怕就是不夠 可是如果你是 像我們就是那種小巧的 或者是你是家裡面用的話 這非常的方便 傳統像這樣子類型的機器呢 它其實都必須要挖一個排水孔 因為這種濾水器它會產生一些廢水 可是賀重牌的這一台 它能產生的廢水的比例 是我看過市面上面相同的機型 相對的少很多 再來是呢 你只要插電就可以用了 像這種順熱的 它的用電量 其實還沒有傳統的那什麼燒水谷啊 或者那種要加熱的那種熱水瓶來的用電來的多 所以呢 當初我就挑選了這一台給我們辦公室來使用 其實它可以讓你設定 譬如說半杯或者是一杯的分量 它一杯滿杯是250cc 半杯的話就大概是120cc左右 這個功能真的很方便 因為有些人喔 譬如說你要裝熱水就按下去之後 它會流對不對 突然有跟人家講電話 啊裝太滿了 熱水滿出來會燙到自己 你也可以選擇 按讓它一直流 譬如說你煮礦麵的時候需要比較多的分量 所以呢它在調配上面就是它的CC數的設定 我覺得非常方便 它還有一個TTS的檢測功能 就是能夠隨時去偵測水裡面的濁度 也就是水裡面的雜質 當然像我們覺得比較好入口的水 它的TTS值可能就大概10多 以台北市的水呢 裡面的雜質相對是比較少 桃園以南 我們的水裡面的礦物質的含量會比較高 你看喔 常按這個TTS的按鈕 就會出現你的水的混濁度測試 你看我們現在才5而已耶 離開台北市的話 因為有些時候那個水的TTS值 可能會有100多 所以你的那個水喝起來 就會有色色的口感 你不管泡茶啦 泡咖啡啦什麼的 喝起來都覺得怪怪 更別說白開水 所以很多人不喜歡喝白開水的原因 就會覺得那個水喝起來不好喝 透過這台 你隨時都可以喝到最方的水 我們辦公室還有一些角落 每個人都會有3級嘛對不對 如果你的口袋很急那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要上廁所的話 我們辦公室設廁所也還蠻漂亮的喔 廁所 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廁所原本長什麼樣 現在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廁所的概念真的也都是我自己發想的 我想要有一種那種類似清水模的感覺 透過了黑色的主要的結構再加上木頭 很多人都會覺得Basic感覺上是一個比較中性 會不會男生不能用 你看在這個很男生的環境的廁所裡面 你看Basic的產品出現的是不是 毫無違和 被你們看到了我們的新品 這顆黃色的是什麼 你再猜猜看囉 這是廁所的部分 那我們的辦公室有兩間廁所 這是其中一間 我們再去看另外一間 這又是另外一間廁所 剛才那間呢 它的基底是灰色的牆壁跟地板 那麼這一間呢 就是比較敏色 有一點點那種 差跡風的感覺 在我們公司 廁所也是需要設計的喔 接下來這個空間不是廁所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儲藏室 當然啊 這裡面大概可能就是一些保養品的 還有就是日本藥妝的儲藏 另外如果是彩妝的部分 大家記得我還有另外一個辦公室 我們彩妝的部分 可能在另外一個辦公室 那麼會不會陸續搬過來 不確定 但這麼多的 有些時候我們會開放給大家拿 這應該是 就是我們公司 女生最大的福利之一了吧 還想看我辦公室其他的部分嗎 主要辦公的地方 還有平常要拍影片的地方 也做了不同的規劃 所以鎖定好我的影片喔 喜歡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忘了要怎麼樣 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臉書 記得按愛心喔 我們在下一支辦公室台上再見 好嗎 一樣 大家一定要 嗯